脫肥的肥歷還還沒判斷 環境部長陳恰明 長得立法院是表示說 脫肥的主法上京八月底再發佈 博士是有科路說 要建議脫肥的審議會 來慶勝脫肥 讓企業來參加 他也講到說 脫肥的定價還要跟不一樣的選舉 有越多交通 每天表達支出 為了要判斷受脫肥 先認環境部長陳恰明 表示脫肥0也要來開張 但是說脫肥不需要太多了嗎 理責理好 國民黨議員 博士一瞬的時候問 部長是不是敢把脫肥 這台車開出來呢 以部長說的贏的價格 款團表示 如果生意來解討 應該是企業 提出主主 減量計劃後 是一檢討得到的打折 但款團有萬人為 這樣討定價太過價 不是一個有環境價大的價碳 碳肥這個肥率的價格 可以比較跟環境的相關的價值 比較有關這樣子 不可以說就是為了急 為了急著上路 他的肥率就非常便宜 那根本是 會讓整個碳肥這個工具完全失效的 學家這次 他們要介紹0的概念 像是早期 後面韓國推動 脫肥 洪宗龍關節 要撃克 作力 所以對企業協法 不用負負的配額 但當年也應付款團 配平 為貝 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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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這件事其實本身也是相當有爭議 那部分這些國家 在執行這些都已經是很久以前的 那其實近年來 我們看到整體 世界趨勢是不斷的 再把這個 碳定價 價格往上提升 環境部長先擔定 是由心儀委員會 決定 部長的公法 重點 不是在介紹 那我們只是表達說 希望這個支付 能夠儘快啟動 以前的人 離行政議會的部長 配夾名是 以問離委員 在強調那裡 發現有很多 老文 是只擔負負責 裡面有這麼多信譜 還有問責 留定的設計 國內還沒實際做過 希望能夠早期 重起來 記者 林住民政績 想打包不得